那第二點就是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我要支援地面的作戰 像這些所謂的戰鬥之間或攻擊之間 它主要都是針對地面的目標 也就是我可能去打烏克蘭的戰車 或者是裝飽車這些 或者是地面的部隊 那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它的確要飛得比較低 那第二點就是說 其實這些戰鬥之間它基本上的 飛行員的座艙部分 它是有裝甲板保護的 但是裝甲板保護主要是保護人員 也就是它的機體部分 其實並不是說完全保護的很好 尤其我們看到之前也有那個影片 它的機尾一被打掉 你看那個直升機就整個就完蛋 因為你沒有辦法就自選了 所以這個東西都有它的一些限制在 那主要還是我認為是在於說 因為歐美國家不斷有提供這些 單兵的防空飛彈給烏克蘭 那第二個烏克蘭其實它基本上都躲藏很好 所以這些直升機它如果要尋找目標 它自然而然它就飛低的話 它就有這個風險存在 那也就很容易被擊落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呢 俄國的武裝直升機 不管是直升機或說是戰機 低飛都會有被這烏軍防空飛彈 擊中的一種恐懼 所以就惡性循環之下 越飛越低嗎 那現在美國的特戰教官也說 其實他看了俄軍的表現之後 發現比ISIS還不如 來敬平宇怎麼看 這是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是因為看起來 俄軍無力去應對烏軍 所以只能針對這個烏國的平民去濫殺嗎 是這種情形嗎 就是因為一開始他們採取的打法 現在已經超過六十天了 他們一開始的打法就是採取那種閃電戰 當閃電戰 他們的後勤資源補給不足的時候 他的這個補給線又拉得過場 他們的戰場又多開了好幾個 從傳統的一個一般的烏東的敦巴斯區 然後到了這個烏南 想要從克里米亞往北推進 到馬利坡 然後又想要打尼古拉耶夫 然後又想要打這個奧德薩 然後又想要沿著這個聶伯河往上打打 打雜波羅勒 打到核電場 又想要打這個地聶伯河 這個地聶伯羅這個大臣 然後要往上推進的時候 又從烏北突然進來 烏克蘭的東北哈爾科夫又開闢戰場 然後烏克蘭的北邊這樣子跨過來基輔 又要圍成基輔 所以你看到北 東北 東區 南區 西南 開了好幾個戰場 然後他們的閃電站就沒有辦法 因為你每一個地方都要閃電站 你每一個地方物質的補給 後勤的資源 你到底要先以哪一個位置 野心太大 戰場開太多 開太廣 然後你一下子想要把烏克蘭整個吃掉 結果是你一個都吃不掉 然後包括現在赫松佔領的地方 都一個一個被烏軍拿回去 要準備要奪回去了 雖然俄軍宣稱奪了烏克蘭 在昨天週日跟週六的時候 23號 24號說 宣稱奪了烏克蘭的42個城鎮 但是有些地方也被烏克蘭開始奪回來了 包括烏克蘭也撤動攻擊的赫松 然後包括也在這個盾內斯克 盧堪斯克 烏東的盾巴斯區內 開始撤動一些這個他們的部隊 開始在美國 英國 尤其是英國的特種部隊協助下 去開始滲透打游擊戰啊 所以現在俄羅斯反而變成 戰場開太多 自己又疲於奔命 他現在包括法國 還有這個英國的情報專家 和他們的這個軍事研究單位 地中海研究所 他們的研究員都在分析 俄羅斯發現這樣的一個 閃電戰打法行不通 他是改開始打什麼樣 推土機打法 什麼是推土機打法 我們看到現在 我們一般在施工的時候 是不是要先把那個馬路 直接那個鋪面給它刨鋪 刨不起來就好像用推土機 把它推過去之後 卡車把它載起來 那個路面整個都爛掉了 爛掉了之後 就整個被破壞掉之後 你再把它鋪那個 丹麥咖 布布又開始瀝青這樣鋪上去 就把它整個地毯式的這樣 把它弄過去 那這種推這種 這種工程式的這個方式 用到了戰爭的這個行為 就叫做推土式打法 就是我把你的這個 整個城市先狂轟爛炸一遍 炸完了之後呢 那我就開始用這個空襲 每天就是用空襲跟這個猛轟 來照山山伺候你 完了之後連白天黑夜都有 然後之後我再部隊進去 部隊進去之後 就開始跟你打這個遭遇戰 巷戰 這就是俄羅斯的傳統的推土式打法 那最明顯的一個地方在哪裡 馬力波 馬力波打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五的城市 他不管你馬力波怎樣 他把你城市全部毀了 只剩下最後一個亞素鋼鐵場 好我最後就圍住你 普丁雖然說我先不 我先不讓你這個 繼續轟炸你 我只要把你圍困住 然後不讓任何一隻蒼蠅飛進去 可是這兩天 禮拜六禮拜天二三二四的時候 還是偷偷的去打他 還是不慣的去轟炸 因為他還是忌憚裡面 那一千五百個平民老弱婦孺 加上四五百個這個傷兵在裡面 他不除之而後快 心裡面就好像睡不著覺 這就是他把馬力波化 這種推土式打法用到極致 而你現在看到他為什麼要 急於把這個馬力波 還有他的這個北邊 開始要打到這個巫通 就是要建立一個這個路上的走廊 所以當二軍越急於想這麼做的時候 他的部隊就很容易把大規模的牽制住 在烏東頓巴斯區那邊 他已經無力去顧及敖德薩 跟敖德薩旁邊的尼古拉耶夫 跟賀松那邊 所以我認為賀松 當現在哲倫斯基已經喊出來說 我們得到會得到更多的武器 的確美國英國挪威瑞典法國 他們以前都是這種反坦克火箭 反坦克飛彈跟這個防空飛彈 現在是重型155口徑的這個 這個重型的火炮 他說普丁這個地方會放棄核坦 轉為掠奪土地 那各位這裡面有兩個拐點喔 放棄核坦 是放棄嗎 不對 人家不跟他坦喔 他是人家不跟他坦 所以這句話有兩個 這兩個都是拐點喔